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东宁大学 宣告教授来到我教演讲 那首先我想应该有些背景说明 那讲起来我们这个演讲的举办 有点一波三折 那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们的罗加伦国际汉学讲座 实际上一开始在2019年底的时候 由第一届的这个王德威院士 开启这个演讲系列演讲 那当时是以这个危机时代下的知识分子 为开启这个演讲 那没有想到这个他的演讲完之后呢 很快地就碰上我们这个 前所未有的这个疫情 这个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所以原来这个安排的几位 客座讲座教授呢 都没有办法掳提 那后来我们配合这个 王德威院士的几位演讲者 包括这个日本爱知大学的 黄英哲教授 还有这个法国这个社科高等学院的 这个卫展教授 后来我们就在很无奈的情况下 应该是在去年就安排他们 在线上演讲完 那我们很高兴呢 石井安教授作为这一场的一个 另外一位配合的客座演讲 客座教授呢 能够在今年 也就是疫情趋满下来之后呢 来到我们北下来演讲 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危机时代 这个知识分子系列呢 可以说是最后一场 那它总共也会有三场的演讲 那今天是第一场演讲 那再来下礼拜二 下礼拜五 那另外最后一场有工作坊 那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那我们也都知道 那么这个主题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 那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过 那这三年的疫情 也的确是我们 人类经过 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吧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次这样的危机 那没有想到在这个疫情 还没有真的和缓下来之后 那么我们又面临到另外一个战争又在进行 所以可以说是人类无时不刻 我们文明处在这种危机的时代里面 那有时候想到这个课题 有时候不免让人想到王国伟所讲的 这个偶开天眼去红尘 可怜绅士眼中人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 士林刚教授会以文这个概念来谈 我们一些文化反思 那同时他今天第一场演讲看起来 他会用一个比较分析的观点 来探讨 有关中国这样的一个文的概念 跟他日本学者这样的一个分析概念 那一定精彩可惜 那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就不再多浪费时间 那么大家欢迎士林刚教授 哦好 我是来自东京大学的士林刚 非常感谢那个杨瑞松主任 以及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的邀请 让我今天就站到这个讲堂上 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是刚才那个杨主任也说了 我们这个就是讲座 按原计划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已经是讲 那么没有想到2020年以后 有这么长的漫长的三年 我们都就是关在我们的家里 出不来 然后就是疫情 现在就是也没有说 没有办法说现在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疫情 基本上就是我们都感觉那个 就是有 已经感觉那个已经受过了 所以说要出来 就是有这种冲冲于断的感觉 然后就是三年以后 就是第一次出发 没想到就是我能到这个台湾 所以我也是格外的高兴 好 那么今天 就是不只是今天 今天以后 一共有四场 就是集中一场 集中一场是这个工作坊 就是都是这个围绕这个文 这么一个概念 来展开我自己对这个危机时刻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想法 非常粗浅 但是我希望那个大家跟我一起这个思考一下 然后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那个很粗浅的想法 好 那么 今天第一场 题目是这个 文作为中国文学者的整合观念 所以说 我的这个就是主题是文 那么 今天作为第一场 我想就是大概就是说 从某一些角度 来讲一讲就是 就是我对文的基本的了解是如何 那么第二场以后呢 我会那个进入这个每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先看一下这个 以后集场的安排 就这样 就是今天就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就是文的概念 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文的图像的这个文的那个 有关文的例子 孔子说的这个文不在乎 然后就是日本的一个文学家 吴天太春 他对于说 刺马迁做过非常好的分 所以就是那个 对司马迁的分析和这个 论语的这个文在此乎 结合起来 介绍一下这个文 我对文 那么第二场呢 是因为那个 我主要的研究地项 大概有两个人物 一个是清代考试学家 18世纪的戴政 还有一个是 二世纪初的 詹太炎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讲座里面 詹太炎应该是一个主角 那么尤其是第二场 我想就是 就是着重讲那个詹太炎 对那个清代汉学的 一些思考 然后就是 他对那个庄族的研究的 一些测试 因为他的那个思想特别复杂 所以可能就是 讲起来非常费劲 首先就是我了解 詹太炎的思想 是非常非常的费劲的 所以就是我 没有信心做到这个 先入前复 但是还是我想 就是他非常重要 所以我着重介绍 那么第三场 是什么呢 就是稍微那个换一换 换一换那个口味 那么 还是这个文的那个 文这么一个概念 和那个就是我们的当下 要结合起来 自考一下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近年来这个中国 有这个天下 这么一个观念 引起了比较大的那种反响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就是不同的 而且就可能就是 有点政治化 所以就是说 讲的时候要注意 但是我就想 从哲学的角度说的话 这个天下这个观念的话 有一些可以思考的 所以我想 从那个文的角度来 讨论这个 那么第四场的 那个工作坊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是 拿那个 庄子的一个文本 叫人间式 我不知道这个同学们 对 在座的这个 观众朋友 大概我 我看那个里面 都比较年轻 所以可能就是 以那个同学们 研究生 还是很快 从学生为主 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人 那个读过这个庄子 好好好 这个庄子人间式 也是比较难懂 但是我发现 这个人间式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说 我拿那个 人间式来做文本 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文本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好 那么我进入 今天的那个 好 开头 我想介绍这个 Jerusalem is an enigma without solution It doesn't mean we cannot call it but to seek solution may be a wrong approach 这个人叫 文本是一位 以色列的 这种知识 那么我们那个 就是东京大学 有一个国际 哲学研究中心 我们把它那个 简称为 UTC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 我没参与这个 UTCB之前 他们那个就是 大概是什么时候 2010年 他们那个就是 有一批学者 到过那个 以色列 然后就是跟那个 Ben Benin's 旁了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 UTCB 日语的那个 正式名称 叫做以共生 为目的的国际 哲学研究中 共生 coexist 就是说 这是共生的英语 所以说 这个文本尼斯蒂教授 知道他们是 研究共生 哲学的 所以Jerusalem 是一个谜 是没有解决方案 解不开的 所以说 他之所以这样说 也不能说 我们不能共生 不一定就是不能 但是探究 解决的方案 本身是 做多么 是吧 后来就是 跟着这个 就是解决团队 一起去那儿的 当时的这个研究生 把那个 他们的访问记录 都拍下来 做成一个 就是电影 非常短的电影 你们也可以在 YouTube上 那个就是搜索 会出来的 那么镜头拍下来的 是耶路撒冷的 那么长的 那么长的那个 到处都是 墙壁把人 完全去隔开 这个对我来讲 还是这个 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后来呢 2011年的时候 日本发生了大地震 和那个海啸 然后就是核电站的泄露 那么2015年的时候 就是我在那个美国 正好那时候 川普出来 然后他说 美国和那个墨西哥的 那个边界 要立高 是吧 那么后来更没想到 更没想到的是 2020后 一起过 那么我们就是 都愿意 就是到处要 要要 就是把那个墙都建起来 是吧 主动的 要封闭 到处都是看不见的 这样就是我们就封闭了 自我封闭了这么多 那么这种情况 好像是 在哪里 以前建 想想 想想这个100多年 100 100年 正好100年 鲁迅 他那个时候 他不是说 呐喊自叙 他不是说了吗 人们都在那个 铁屋子里面睡 是吧 铁屋子是 没办法打破的 所以说 人们都在那个墙壁 而且是睡得 特别香 是吧 鲁迅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可不可以把他们叫 因为他们睡得那么 对吧 所以说 不叫眼 但是他还是就说 站起来 是吧 然后 所以说 这里有一个 我觉得那个很矛盾的 就是说 我们还是这个 就是 我们的那个 周围 我们还是很难受 憋得很难受 但是 另一方面 因为有这个墙 我们还是过得 非常的 是吧 这个特别 像那个 就是以色列的 耶稣少年 人家说的 我们究竟是 想怎么做啊 是吧 所以说 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现实 让我去想这个文的 大家可能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跟文有什么关系 这个没关系 我们就是慢慢来 慢慢去想吧 文 一般说这个文的话 可能就有很多意思 像比如那个文化 是一个文明 文字 文章 然后就是我们的人文学 等等等等 还有那个就是说 你们那个政治大学 不是有文学院吗 是吧 文学院的文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想过吗 我知道答案 就是因为是我问的 我看当然我知道答案 文学院英语叫做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文学英语叫Literate 为什么文学院不叫 College of Literate 它叫做College of Liberal Arts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我相信那个 就是在座的很多同学们 是文学院 你们都想过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说文不一定就是文学的 文的意思比文学广的多 对吧 好 那么就是说 我认为那个就是说文 让我们成为一个人 这是第一个方法 文让我们成为人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人创造文 可以吗 文让我们成为 我们也可以创造文 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作为人活着 就是我们在实践文 意思呢 越来越悬护了 不要 我们那个没办法 就是我不提倡 那个对文这个字 叫一个稳定的定 我们是没办法下 这是由于这个汉字的 或者是对汉字的这个 就是结构 本身就是约束的 就是说汉字的厉害的地方 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 是汉字可以和其他汉字 结合起来产生另外一个 文学和文化是完全不同 是吧 那么文学的文和文化的文 是一个文 但是文学文化 也就是说 两个不同的脉络里面 文会有完全不同的 但是有一个文字 来就是做一个核心的 很有意思 是吧 所以说汉字的 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样的 可以生成其他的那个词汇 要丰富这个词汇的 这种构词能力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说 你就是说要给一个字 下一个定义 还不如我们就是说 把他的potential 每一个汉字具有特别大的潜能 那么文的potential 就是智 那么这个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就是孔子说的这句话 论语的子汉 子为于匡 曰文文寂寞 文不在 天之将善思文也 后思者 不得语于思文 天之为善思文也 匡人其如与何 这是今天的题目 也是同时来的 匡是一个就是小国 那么为 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我是比较倾向于那个 就是赞同那个 期末的学者 叫于悦的 他说那个就是 那时候孔子 就在那个 在那个宽国 给那个关起来 坐在那个监狱了 给关起来 所以说他那个孔子 有一次在那个宽国被囚禁 那么他说这个 文文寂寞 文不在座 也就是说 文王已经过去了 但是文已经不在了吗 不在这了吗 当然就是说 这是不在的 那么一般的解释 都认为这个文 是文化 或者是文之类的 也就是说 文王是 就是那个 打那个 山朝的 然后就是文王 武王 就是建立了那个周朝 是吧 所以说 这里所说的那个文 是周朝的 意想的文化 或者 这是一般的 儒家思想都是这样 因为儒家思想的那个 就是说 笔想 是在那个周朝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解释本身是 完全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 他也没有说文化 也没有说文 就是说文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 文的potential 不会仅仅是那个文化 或者是文明 或者是周朝的 再看一下这个 天之将善思文 它的意思就是说 天之未善思文 也旷人其如与何 也就是说 天哈 好像是 这个意思是说 天把那个文 就是放在这儿 这儿应该是 所以说 既然天把这个文 放在我这儿的话 那么 宽能拿我怎么样呢 我肯定 就是说 宽人肯定没办法 打败 他们没办法 就是打败 那天之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天是一种宗教 上帝或者神那样的 但是孔子 信这个吗 孔子是 孔子他那个 就是不谈鬼神的 是吧 他那个没有量的宗教信仰 所以说这句话 还是很奇怪 天是 然后他也说 这个文不在自乎 我看那个 就是看那个字面的意义的话 我们都觉得 这个字应该是孔子的身上 文在孔子的身上 文在我的身上 如果把它理解为 简单地理解为 这个文化文明的话 可能就是 有点书 对吧 好 所以有很多思考 可以思考的一地的 好 那么 这是说文解字 一般那个 就是我想查那个 古字的意思的时候 要查那个 说文解字里面是这么说的 文是什么呢 是错话 像交文 错话 话是这个 就是这种形状 这个 这是 这是错话 对吧 这么过来 像那个就是 也可以说是那个 就是周易的 那个每一个挂摇 也是一种 一条一条的话 错 错 就是交错的错 像交文 交文是这个 就是说 段宇才解释这个交文 是两文交互 文是那个 就是文理的文 文理的文 就是文样的文 两个文交互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说文解字里面 他的那个作者 那个许慎是怎么说的 他那个对这个文字 还是那个文字的起源 有一些考察的 古者剖析是智王天下也 养则光相于天 否则观法于地 是鸟兽之文 于地之仪 进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 始作一八卦 剖析就是福西 他那个做那个八卦 是那个看那个鸟兽的文 也就是说 鸟兽留下来的足迹 把它看看那个之后 就是那个做的八卦 那么皇帝 参截 参截说了 皇帝之时参截 见鸟兽提行之计 这个还是跟那个福西一样的 看那个鸟兽的这个足迹 知分离之可相别意 出造书气 这些中间就是 我现在就跳过去了 就是说 还是那个看那个鸟兽的 鸟兽走过的痕迹之后 出造书气 书气是文字的意思 那么参截之初作书 盖一类相形 故未知文 这是说文解字里面的文的定义 是一类相形 也就是相形文字 是文 这是那个汉字里面的那个 汉字有很多要素 这个文是 应该说最基本的要素 那么我再看一下 其后形生相意 即未知字 先有这个相形文字 然后呢 相形文字要这个组合 然后就是跟那个形生相意 变成这个字 就是先有文 然后就是汉字的增加的 那个过程里面出现这个字 文者物相之本 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这是这个最初的这个文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那个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拉丁文的那个就是literature 那那个就是 拉丁文是literature是怎么看的呢 拉丁语叫做那个literatura 是那个literature的意思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文学的意思 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词根 按照那个词元学的解释的话 词根是这个literature literature是什么呢 就是刻的意思 刻或者是骚 滑之类的 这是literature原来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刻 滑 然后是骚 这个骚 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这个 我介绍这个 在参截所说的那个书气 书气的气也是刻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文 文字当初是这个刻出来的 是吧 在那个甲骨上刻的 那是这个文字的起源 在从这一点上说的话呢 其实这个literature也跟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文 就是差不多的 这个从词元的角度说的话 还是有相同性的 好 所以说 从这里 就是文化了 文明了 那些这个 后来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那些那个意义 逐渐的那个扩大起来 发展起来 然后就是现在就成了这个文 有这么丰富的这个意义 所以说 文大概是这个意思 而且那个就是 我再说一下的话 文是 原来是鸟兽之文 看到那个鸟兽提寒之际 然后就是 发明了这个文 然后就是 用这个刻字的方式 把一些这个自己在思考或者所看到的东西 刻在什么 一些东西的那个表面上的 好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文和物之间的关系如何 是吧 文是把物抽象化为某种符号 对吧 所以说物和文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文是对物的一种模仿 如果用西方的话说的话 mimesis 是吧 然后这个mimesis 模仿是我们只有我们人可以做到 其他的任何动物没有这个文的力量 所以我说人创造文 那么我们的认识本身也是文的过程 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文的话 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距离是没办法要怎么说呢 突破的 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外界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文的抽象的一种能力 是吗 所以说世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representation 并不是说世界本身作用到我们身上 而是说我们能感知到的世界已经是一种文的化作文的representation 所以说文也是文让我们成为人 也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回到这个刚才那个就是college of liberal arts了 文学院 为什么叫文学院 文学院里面还可能就是包括这个文史哲 是吧 因为这些都是和我刚才说的那些representation 直接有关系的东西 是吧 我们的这个就是文学 是广义的文学 有关文的学问 是这么过来的 是吧 我们要记录或者是记录那个对象世界 是吧 我们通过那个记录下来的东西来思考世界 然后就是我们也是借助于那样的文的力量来给世界进行解释 或者是创造新的世界 那是文学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的文史哲都在文学院 而且这是liber arts 因为我们是通过文才能够获得自由 OK 好 接下来 可能有点太快了 好 那么文呢 刚才我说这个文是刻出来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文和语是不同的 语是语言的语 语是代表声音的 文是完全独立于声音的 所以说文首先就是书写语 所以说而且也是这个文也不是声音的替代品 文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功能 因为它原来是象形文字嘛 是吧 好 那么谁能够操作文呢 我们现在的话谁都知道文字 是吧 但是古代的话能操作文的人是很特殊的一些人 这是这个史 史冠 史冠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就是日本的写者 叫做那个平干五夫 他那个就对那个上书有研究 他说那个上书 上书过去叫做那个书 上书是书经 过去就是那个叫做那个书 然后那个书是书写的意思 是吧 所以说平干五夫相信就是六经里面 六经里面最早的是上书 那是因为上书才是书写下来 那么书写书写实践是史冠的特权 所以他说书与史有深刻的关联 不管其字形还是声音 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有关那个音韵学方面的解释 我们现在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说从那个音韵的角度 或者是字形的角度 都说书和史是有关系的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他也说这个就是说 关于这个史冠 他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无论何时 指文笔者都有一种报复和矜持 我是传道者 不 如果我不写下来 即使是姚顺之道 都无法传承给后代 实自于否 不单单是知识和教育的问题 那是能否从事王者之道的区分标准 因此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我们在这一点可以知道 为什么文在中国既表示文字 也意味着文化 有文字决定文明和野蛮 有文化分野的判断标准 是什么意思呢 史冠 世界上只有史冠可以写文字 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史冠所写下来的东西 决定一切 如果史冠不写下来的话 再那个多大的那个就是事件发生了 也不会留给后代 所以说史冠决定一切了 所以说实自于否 不单单是知识和教育的问题 那么就是最初的史冠 就是写上书的那些人 是做了哪些记录呢 是王者之道的记录 他把那个王者之道记录下来 因为这是这才值得那个就是记录下来 所以说这个从这里派生出来一些那个文化 文明哲的意思 平刚是这样说的 好 那么就是所以说史冠的作用 史冠的那个就是职责非常的重大 这是这个说文解字里面的那个对史的那个界定 这个我可能就是不详实说了 时间可能过得比我想象的还快 所以跳过去 这个故事很有名 这是史冠的作用非常重大 他的职责非常的重 他的责任又是非常的重 大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这是春秋走传里面说的 太史书曰崔处是其君 也就是说崔处 他那个就是他是一个齐国 是应该齐国的吧 对齐国的 齐国的 但崔处他那个就是把那个他自己的君子杀死了 然后太史也就是说史冠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了 作为史冠所发生在那个 他的那个君主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一定要写下来 所以就是说太史书写了 崔处是其君 就是简单的五个字 好 那么崔处看到这个五个字了就着急了 所以说崔子杀志 史冠不应该写我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把他杀了 那么齐帝刺书 史冠的那个弟弟出来又写了 而死者二人 刚才这个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弟弟也给杀了 齐帝又死了 所以说弟弟的弟弟又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崔处是其君的这个事件写下来了 那么崔处这会儿就没有办法了 乃舍之就放弃了 所以说史冠还是说伟大特别伟大 但是我都不愿意当史冠了 太可怕了 是吧 这个故事非常有名 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也有 那么就是我想那个下面介绍的是 五天太春 五天太春也就是那个 就是提到了这个故事 是这个人 刚才这个崔处是其君的这个故事 是这个左传里面的 就是史记里面也有 那么司马迁呢 他那个写过一篇那个就是作品 就是平传 应该说是平传 叫做司马迁 他那个专门那个就是 以他自己的那个解读方式 来去评论那个司马迁的史记的世界 那里他也就是说 介绍刚才那个追逐史记君的那个故事 那么他呢 就是那个分析这个司马迁 为什么写这个史记了 五天太春说司马迁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写这个史记 也就是史记 对史记 史记是什么意思呢 史记是什么意思 他英语叫什么呢 Records of Grand Historia 所以说史记并不是说历史记录的意思 记是Records 是吧 史的记 也就是说史官所做的记录 这是史记的原来的意思 所以现在是英译也叫做 Records of Grand Historia 所以说那个史官 就是司马迁所做起来的记录 是史记的意思 那么五天太春说 他那个做记录是代表人类做 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说代表人类呢 刚才我也刚才就是列为提到过 因为只有史官写下来的东西 才变成整个世界 所以说史官要拿笔写一个记录 是要拼命的 是吧 哪些记录应该要记录下来 哪些事情不应该记录下来 都是史官来做决定 所以说他对人类负起责任来 这个意思 好 看一下那个五天太春是怎么说的呢 司马迁撰写了一种历史 是关于世界的历史 撰写它意味着思考整体 思考整体意味着什么呢 思考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种种难以搞清楚的问题当中 最难解到问题 这个问题 两千年前得到了解答 也就是司马迁 解答了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是他通过自己写史记 或者是自己来代表人类 撰写世界 通过这个实践来解答了这个问题 人的个性在激烈的历史大变动中 实在显得太过渺小 然而司马迁为了撰写他的历史 把他的眼光投射在人的个性 极其意义上 他试图撰写世界历史 他要写史的话 肯定是世界历史 我们现在认为 因为史记是二四史之首 所以认为是中国王州历史 不是 他写历史是写整个世界 从现代人看来 司马迁的这种做法 也许显得很原始 很幼稚 也很鲁莽 拘泥于发展时代 进步 转型 反动 科学等等 各式各样的空洞语言 就知道搅动史料堆的史学家们 或许认为司马迁的方法 太过文学 也太过司马迁 太独特了 在这里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武天太书认为 司马迁的历史叙述 像文学 而历史和文学 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呢 好 他那个就是提到一个例子 是这个趋元的例子 趋元的黎骚 那个史记里面 那个就是黎骚是这样说的 黎骚者 由黎骚也 福天者 人之时也 父母者 人之本也 人穷则凡的 故老苦见急 未尝不呼天也 急痛 惨达 未尝不呼父母也 这样写的 就是那个趋元所写的黎骚 是呼天 然后呼父母的一个作品 那么武天 对这个做个解释 趋元穷则呼天 求父母为李嫂 趋元穷 所以呼天求父母 为李嫂 反本 而下到根源处 便是李嫂 劳苦见急 而怨是 续说自己的文学 其续说文学的方法为何 根据司马迁 那就是历史 这是屈原的方法 也是司马迁的方法 他是通过写历史来 要 怎么说呢 创作一种文学 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屈原的方法 也是司马迁的方法 还是不太明白 我们再看一下 屈原有关 史记有关屈原的一些叙述 就是说 史记的那个 就是屈原甲生列传 这是专门 写屈原的 医生的部分 那么 武天 他那个举的 比较具体的例子 是这个 他说这个就是 历史的 就是实实和虚构 在那个 司马迁的记录当中 好像是 有些时候 就是有点 界限不分明了 那么 那司马迁啊 就是写这个 屈原的那个 就是故事的时候 他把那个 就是他的作品之一 淮沙之父 淮沙父的那个 全部的文章 都写下来了 好像是 看上去 好像是这个 司马迁自己写 淮沙父似的 就是我们现在 按照我们现在 学术规范的话 肯定是这个是不行了 那是剽窃 剽窃屈原的 但是好像这个 司马迁的话 不在乎这个 他那个写 写着写着 就是进入这个 淮沙父 把那个 所有的那个 淮沙父的 所有的内容 都抄下来 那么淮沙父 全文写下来之后呢 司马迁也没有 任何注脚 直接就是说 于是怀石 遂自投前 密罗已死 也就是说 屈原的诗 和司马迁的 那个叙事 都连在一起 好 所以说有一种 非常那个 稀奇性的 这种效果过 还是我们看的 还是现在我们看的 还是挺感动的 那么淮沙父之前 这是比较有名的 那个屈原和 那个余父之间的 对话 我不一一念了 可能有 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就是我不念了 但是这里 余父 余父也是 很有意思的 一个形象 都不知道是真实的人物 还是一种虚构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本身 这个对话本身 像是虚构 然后就是我写的下列 也就是说 怀沙父 所以说 实际是这么一个作品 他那个说是 这个史官所作的记录 但是这个记录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 真假难辨的东西 参入境 而且五天太神 是非常喜欢 司马迁的这一点 所以说 我们现在就是 要做这个历史 所讲究的这个 实证的那种 怎么说呢 原则 和这个司马迁 当时他那个作为 史官来做记录的时候 的一种 怎么说呢 使命感之间 有很大的问题 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们还是要确认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汉学的传统里面 有这么一道东西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 我们再回到这个 就是文不在此乎的问题了 那么就是 孔子说这个文不在此乎 也就是说他相信文在 自己在身上 所以说宽人 也不可能拿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那么自信呢 因为天在保佑他 所以他自信 你看这个也是 《轮养数二》里面 子曰 天生得与语 环腿其辱与合 环腿也是 就是要那个 伤害他的 我看这个故事 孔子聚操是宋 与弟子洗礼大树下 宋司马环腿 欲杀孔子 拔棘树 那么孔子说 天生得与语 环腿其辱与合 跟刚才那个 宽人如与合 一样的 就是环腿 因为我是天所生的 所以他也没办法 天把那个德性给我了 所以就是他也没办法 要杀我 在这样说 所以他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自信 但是我也再说一遍的话 这个天不可能是 那样的一种 善地或者是神 或者是任何超越的一种存在 因为孔子不相信 那天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 我们留待以后再解决 不管怎么样 武天太春说 孔子之所以这么坚定的相信天 是因为 这个武天太春说的还是挺有那个魄力的 他说 孔子是世界的否定 孔子是世界的否定 为什么他是世界的否定者呢 是因为世界否定了 什么意思呢 孔子是给世界抛弃的一个 孔子不是圣人吗 但是还是有这样的故事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 孔子是正 与弟子相识 孔子独立 阔多门 这个应该念作那个阔 多门 正人或卫子共约 多门有人 其三四遥 其相类高遥 其间类子产 然自腰 也就是腰 以下 不及与三寸 雷雷若 丧家之狗 孔子看那个就是脸 像脖子 就是脸脖子 像那个就是古代的那个传说上的圣人 但是看那个整个他的那个样子的话 像是三家狗 我觉得 那么子共以时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语 孔子听到这个就很高兴 形状末也 形状 倒是无所谓的 但是 为四三家之狗 然在 然在 是是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 他是这样说的 他自己承认 他自己是三家之狗 胡适对这个 对孔子 还是有 有些考察的 他说那个就是 孔子是 因人的后裔 因人后裔 因是 州给打败的 是吧 那么 孔子是 为要 要恢复这个 州朝的理想的政治 然后就是 到处奔走 但是他自己呢 恰恰也是 因的后裔 所以说 他自己是 失去自己的家国的 世界的否定者 是这个 所以说 他愿意承认 自己是三家狗 就是因为这样 他是 奔走于各国之间 游说那些 那个国王 要 就是我们要 恢复 原来的那个 州朝的那样的 一种理想 好 所以说 武天太春 他说 孔子 相信他自己 但同时 自己认为 是三家狗 意味着 他对天下 感到 绝望 武天是这样 评价的 孔子还是可能 对天下 绝望的 但是我也不一定 认为他真的绝望了 因为是 他还是这样说的 这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句话 说得很好 凡之问人 子曰爱人 问智 曰知人 人和智 这是儒家道德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 人是什么呢 人是爱人啊 智是什么呀 知人啊 不管怎么样 人也好 智也好 都是跟 对人的认识有关的 一个是要爱人 还有一个是要了解人 孔子还是这么渴望 爱他人 也了解他人 所以说 我认为 他那个 就是不一定像那个 武天太宠说的 那么 绝望 他还是有一种希望的 那么 按照那个 我自己的理解的话 他的希望 就是恰恰在于 他相信 文 文还是这个 关系到这个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好 我为什么这么 我为什么这样想呢 是因为那个 日本的那个 就是哲学家 赫什哲郎 他写过一本 很薄薄的书 叫做孔子 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 他是这样说的 孔子和那个 就是 弟子们 就是孔门集团 是以学问作为 结合纽带的 有爱共同态 我们都知道 就是 《论语》的那个 第一句话 《歇尔篇》的第一句话 是怎么说的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是吧 有风自言翻来 不亦乐乎 他那《论语》的开头 就是说 那个学问 和这个交朋友的乐 应该是学问 是给人那个 乐乐的感觉 是吧 愉悦的感觉 是吧 然后就是 有风自言翻来 不亦乐乎 所以说 这两句 为什么合在一起呢 还是这个学问 和这个交友 是对他来讲 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 和时哲郎也说 以学问作为 结合纽带 的有爱共通态 是孔门集团的特点 如果我们那个 就是把那个 刚才的那个 凡之问人 子曰爱人 问之曰之人 那句话 结合起来想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 好理解的了 我觉得 所以说 孔子还是这个 就是非常重视这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也是 这是一种 有意的一种关系 那么这种 这种想法 不一定就是 那个孔子 或者是儒家 或者是中国 特有的一个想法 我们想一想 philosophy 是什么意思 philosophy philosophy 是philosophy 是吧 我们都知道 philosophy 是对智慧的爱 对吗 但是有一种 别的解释 像那个 德罗兹和加塔里 他们那个 就是合作写过一个 也是很薄的一本书 叫做 What is philosophy 何谓哲学 他们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有没有 对 他们是这样说的 希腊人坚信 圣人是死 也认为哲学家 替代圣人而在 希腊人是坚决相信 圣人是要死的 但是同时认为 哲学家呢 也可以替代圣人而在 所以说哲学家不死呢 你们想当哲学家吧 我是哲学家 你们应该羡慕我 我不死 是吧 圣人是死 但是哲学家 是替代圣人而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哲学家一直表示 智慧的友人 他们的那个解释 可能就是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感觉技巧性的 就是说philosophia philo是爱 sophia是智慧 然后把philo解释为友情 所以说他们的理解是 philosophia是智慧的友 而且在此意义上 哲学家追寻智慧 而不去占有 行事化的智慧 圣人是掌握 唯一正确的一种 真山美的标准 所以说 所以成为圣人 但是哲学家不是 哲学家 他们有答案吗 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哲学系 好 哲学里面 有没有唯一的答案 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 哲学不成立了 哲学是永远要问下去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不去占有 行事化的智慧 好 而且那个 为什么可以 不去占有 行事化的智慧呢 是因为哲学本身是 需要友情的 或者是友情才得以成立的 好 我可以讲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那还有时间 现在三点 好 所以说 philosophy 就是这个 一种 这种关系 那么我的理解是 这种 德勒兹 Gattery 他们的那个 philosophy 的想法 解释 恰恰和我们的那个文 是相通的 和我们的文 是相通的 因为那个 就是和时哲栏也说 就是 孔门集团 是一种 友爱的共同态 友爱的共同态 也就是说 他们有那样的一种 友谊 作为纽带 连接他们 然后 这是一种 文的 所以说 他还是这个孔子 因为有这个文 或者是 天在保护这个文和他 所以他还是 有勇气 可以面对现实 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 就介绍一个 一个 一个 例子 庄子 就是一片 我以后的这个 就是三长讲演里面 经常那个 引用庄子 而且我是那个 从庄子里面 引用那个 孔子 所说的话 庄子和儒家 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吧 其实有关系的 就是说 儒家话语里面 可能就是 这些孔子 好像没有展现出来 没有展现出来 刚才我介绍的 这个三家国的例子 是写在史记里面 儒家的文本里面 没有这个三家国 有关的叙述 但是这个孔子 孔子的这个 一生还是挺丰富的 所以说 除了这个 就是儒家的那些文本之外 像道家的文本 还有这个 司马庄的时期 都有这个 有关孔子的记者 综合起来看的话 孔子变得更加可爱 我这个小时候也是 我觉得这个孔子 有点太那个 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道德主义 所以不太喜欢 像那个 大人说叫孩子似的 那种感觉 但是就说 对那个孔子 就是通过那个 各种文本 对那个孔子的那个了解 越深越觉得 孔子这个人 实在是非常可爱 而且那个就是 知道这些之后呢 再那个重新看 那个《论语》的话 《论语》也变得更可爱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到时候 到那样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论语》的背后 其实有那样的 一种人生 或者是这样的思考 或者是那样的境遇 好 所以说 我在这里引用的是 《庄子秋水篇》 又是这个 就是《匡国》的那个故事了 孔子由于匡 送人为之数杂 而贤歌不错 这是文不在自乎 《论语》里面是 文不在自乎了 那么在这个庄子里面的话 贤歌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写得更好 文不在自乎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贤歌不错的话 就明白 是什么意思吧 他那个就是说 孔子又于匡 是吧 为之数杂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孔子还是这个 弹琴 然后唱歌 是吧 《子鹿入见》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就是求通 要求通的 但是也得不到 那是识 那么姚和顺 就是古代的两个帝王 的时候天下没有从人 也就是说 姚和顺的那个 就是治理天下 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 那些知识得 就是起作用了 当节奏之时 而天下无通人 非知识也 就是节奏 是就是暴君 两个暴君的时候 天下没有通人 这个也并不是说 知识失败了 时事 这些都是时事决定 那我们那个就是 做这个知识工作者 到底有什么作为呢 但是孔子是这样说 水星不必搅拢者 于父之勇 等等等等 然后说 知穷之有命 知通知有时 临大难而不拒者 甚至于 也就是说 知穷之有命 就是说 知识 穷之有命 就是要那个 就是困穷的时候 是因为是这个命运 是燃的 那么知通达的时候 也是一种 就是天使使然的 也就是都不是那个 他自己能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临大难而不去 你看你们都知道 这个农与里面的孔子 也不是说了吗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说 还是这样的一种勇气 不一定是圣人 但是这个就是 作为那个知识工作人的 一个理想 最高的理想 是有这么一个勇气 就是孔子是这样说的 在这个专子 所以说 他还是这种 危机情况之下 弦割不住 但是我们再仔细 看一下这个文 好像是这个孔子 有一种勇往直前的 不畏精神 像是那个 尼采的那种超人 那样的一种 但是孔子最后也说 无命有所至 无命有所至 也就是说 命是有所制约的 那么 人的存在 是有条件的 有一些条件 才会有人的命 所以说这个勇气 也不可能是无限放的 无限可以放的 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知道这一点 那么时事 这个好像是命一样 就是 是一种不可看拒的 一种客观点 所以说这个孔子 他还是向往一种 圣人的勇气 勇敢 但是他也知道 是有所至 好 讲到这 我们也可以 就是回到这个 天对孔子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问题上来 也就是说 他那个作为 这个知识工作者 还是就是要 敢于那样的 就是往前走 但是还是 有一定的 命定的那个条件 在这个条件里面 有限的要去做 要尝试 要敢于做 这是孔子的态度 所以他那个 就是说 五天太宗也说 那个孔子是 一种绝望的人 但是这个 他孔子也不一定是 真的是绝望 但是他还是有一种局限性 他知道局限性 然后还是在做 所以他还是这个 也不是摇摆 但是还是在那样的一种 这怎么说呢 某种在无奈之下 要做的那种意思 那么他为什么能 这样做呢 是吧 他其实也可以 完全放弃的 比如说这个 庄子的话 可能就是完全放弃 这样的努力 和这样的勇气了 就是认其自然 就可以了 是吧 无为 老子 庄子都强调这个 无为 是吧 完全顺其自然 就可以了 但是孔子 还是不这样 他还是一定要 有所作为 那么 我还是这个 是这个取决于 这个文的力量 或者是文背后的天 让他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想呢 天和文的关系 我在这里 这个引用一下 这个就是 《荣耀先进篇》里面的 有关那个 炎渊 就是炎回去世的时候的一些描写 炎渊死 子月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 因为什么呢 孔子在那个 宽国被囚禁起来的时候 黄腿要杀他的时候 他坚决相信 我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是文在我身上 天没有上斯文的话 我肯定没有问题 天在保佑 所以我没有问题 所以说 他自己在困难的时候 他也是依然相信 天给他的力量 但是他的弟子死在 天上 这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他的那个弟子死的时候 孔子才一种 这种绝望的这种意思 表露出来了 还是这个时候 炎回死的时候的 孔子的表现 很不一般 炎渊死 子哭之痛 从者曰 子痛 曰 有痛哭 非服人之为痛 而谁为 痛是那个 就是嚎啕大哭 叫做痛 那么按照那个 礼的规定的话 礼节的规定 就是这种时候 是不应该痛 就是说 这个痛 就是 经学解释这个痛 是 哀过 过哀 哀 就是过分的哀 就是哀过 或者是过哀 那么 这种过分的 过分的表示这样的一种 哀 是违背理的 所以说 这个 炎回死的时候 孔子痛起来 这是违背理 孔子不是代表理的吗 他不是要讲究这个理的吗 但是他这时候就自动的就违背这个理的规定 所以说他弟子们从这约子痛 他们也很惊讶 哎 孔子在痛啊 那么孔子又说 你看就是如果在这个炎回死的这个时候 我们我那个不动于衷不痛的话 那还为谁这样做 这样说 所以说炎回死亡 就是让孔子就是完全越过这个理的规定 而且他那个非常的绝望 天丧与天丧 在这种情况下 孔子就什么都不要了 好 我再看一下这个先进一篇 写记 冤冤死 门人欲后葬之 子曰不可 门人后葬之 子曰回也 事与由父也 与不得事由子也 非我也 夫二三子也 这个可能就是不太好 就是炎回死了 门人想后葬之 就是隆重的要办他那个 就是散礼 但是子也不可 为什么说不可呢 就是说 赞礼的做法 是多有那样的礼的规定的 也就是说 富贵人家的话 有富贵人家的那种规定 穷人家的话 就有穷人家的规定 那么 炎回是清贫的 他贫穷 所以说 不应该后葬的 就是说 有个规定是礼 贫富有疑 贫富有疑 所以说 那个 炎回的死亡 是非常的 就是让人痛苦的 但是不应该后葬 所以说 子也不可 孔子没有允许这样做 门人后葬之 但是门人没有听后葬之 所以说 门人是违背 那个老师说的 但是那个老师 其实老师 在这个时候 已经太痛了 所以说 他那个已经是 违反那个礼的规定了 但是 要办那个 就是赞礼的时候 他坚决要说 不可 但是门人也知道 孔子的内心是什么 所以他是后葬 但是孔子作为孔子 不应该允许 门人这样做 这是很矛盾的心理 但是门人还是知道 孔子在 孔子心里 子曰 回也 是与由父也 也就是说 炎回 就是把我那个 当父亲来看待 与不得是由子也 但是我 不应该把他 看作儿子也 为什么我不应该 把他看成儿子 来对待他呢 不是因为 我愿意这样做 而是你们二三子 你们弟子们 让我这样做的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孔子特别爱那个 炎回 所以炎回死在时候 就非常绝望 而且 就是他那个痛心 但是他作为一个老师 儒家的一个老师 不能做 违背礼的那样的一种理解 如果 没有门弟子的话 孔子会怎么样呢 我们想一下 二三子 没有的话 他可以 完全可以放开 他自己的情感 还有一个 炎原死 炎禄 请子之车 以为之国 子曰 财不财 亦各言其子也 离也死 有官而无国 无不图形 以为之国 已无从大夫之后 不可图形也 就是 炎禄是炎原的父亲 他希望那个孔子 把自己的车 卖掉 做一个国 就是官和国 也是一种棺材的一种 国 孔子说 自己的儿子孔礼 去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国 那是因为 还是家庭比较穷 但是孔子 也并没有 因为国 而卖掉自己的 他没有卖掉自己的 做国 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他当时的地位是大夫 大夫参加礼的时候 不能徒步行 一定要坐车的 这也是一种礼的规范 所以说他那个 不应该违背礼 所以他那个没有做国 因为他需要车 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是这样的 炎禄作为父亲 是完全无视这个礼的 但是这个孔子 还是要 就是服从这个礼的规定 所以说 这个时候也是 因为那个孔子 是代表一个就是孔门的代表 就是孔子死的时候 更应该就是 要践行礼的规定 所以他没有违背 这个礼的规定 那么炎禄的父亲 炎禄是希望那个 就是要破理 来那个卖车 做国 那孔子也没有 是因为是炎禄 或者是门人 都看着他怎么做 那么面临那个 炎禄的死亡 孔子对于那个天的信念 有一字就是非常那个 就是严重的动摇起来 所以说喊了两字 天善 然后就是痛的表现 但是呢 他最后还是要遵循 礼的规定来做事情 那么为什么 让他又回到礼的本位呢 是因为二三子 让他这样做的 就是说 这是孔门集团的 友爱共同态的表现 他们是一种 作为一个集团 来做学问 而且这个学问的话 也不一定就是看书讨论 而是要践行的 孔子是一个共同态 里面的一个人 所以要付诸实践 也就是说 文不在自乎的一种信念 是来自于这种 共同态的存在的基础 文在这里 他相信文在这里 也就是说 他相信 他有这么多的门弟子 和他们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他才可以践行礼的规定 对天的信仰 动摇过一次 但是对文的共同态 重新让他回到 见礼的本位 天在 文也在 那么文在的话 天也会得到修复 就是说 他那个就是 按照礼的规定来 就是要求弟子 虽然那个弟子 违背那个老师说的 所以说 他那个就是有一次 要崩溃了 但是重新用力气了 也就是说 保护他的那个天 也是同时受到修复 是吧 天之所以有天 是因为他有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恢复了 作为 建行礼的 儒家的那个孔子的生命 又恢复了 所以天也得到修复了 好 这是文和天 然后是孔子之间的关系 我再说一遍 就是文 文不在 文不在 自乎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是因为这个文本身 就是说 表示那个 孔子和他周围的那些 文壁子那些共通体 或者是共通态 在共通态里 文的那样的共通态里 才可以做学问 这个学问是 学习理 然后是实践理 学习的意思还是很广的 好 所以说 这种文的关系 文的关系 是一种 有爱的一种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而且这个有爱的关系 我想大概就是快要结束了 我最后还是想再说一个观点 是什么呢 这个有爱的关系 就是说孔子和孔明集团之间是横向的一种关系 也就是说同时期里面 我们就是共处的那样的一种共通态的有爱 但是我认为这个有爱的关系 是可以通 可以穿过时间来传递过去的 那么我想介绍的是欧洲的例子 欧洲的例子 但是还是有关中国哲学的例子 你们知道这个吗 非常好好的写 天下末如若于水 而攻坚强者末之能胜 其无以益之 若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末不知 我想起来这个李小龙 水是非常柔弱的 但是水可以战胜一切东西 若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末不知 天下谁都知道这个道理 这是老子 好 那么要跳到欧洲 二战的时候 布莱西特 他是很有名的那个就是剧作家 他写过一篇诗 叫做老子出关之路上 道德经起源的传说 这么一篇诗 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个 他那个就是说布莱西特 在这个这篇诗里面 提到这个老子的 刚才我介绍的这个 天下末如若如水的那个 那个第七十八章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诗 布莱西特当时可能好像是在丹麦 必然在丹麦 然后本雅明去见他 或者是本雅明把这个诗拿回到那个就是法国 所以说阿东特对这个故事有这样的一句有这样的一种评想 这首诗在战争早期法国政府刚决定把德国逃难者强制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没有公开出版 然而1939年春 瓦尔特本雅明去丹麦 访问布莱西特 把这首诗带回来 正如传闻一则 正如传闻一则 可能这个有点 对对 正如传闻一则好消息一般 很快就口果相传 传播到最需要这种智慧的人 这就是慰藉 慰藉 忍受和耐力的源泉 也就是说如之圣刚 是吧 当时那个犹太人看了这首诗之后 受到无限的鼓励和安慰 他们的力量这么的弱小 但是肯定会有一天能战胜那些邪恶的力量 阿伦托是看到这个 然后就是写了 那么 勉亚明 勉亚明他也是犹太人 然后他自己不是 他后来不是死了吗 是吧 他也特别喜欢这首 那么 这个布兰西特的这首诗呢 是这个老子出关之路上 道道经起源的传说 就是说老子 他那个就是 到老的时候 就是不愿意在那个 在自己的国家里待下去了 所以他要那个出关 要出国 那么到了那个这个 就是要 到了那个山上 要过关的时候 就是 官员 有一个官员 就是要拦住他 拦住他 然后就发现这个人是老子 然后那个 那个 官引起 他就是 要请他那个留下来吧 留下来做什么呢 把他那个思想写下来 然后那个老子 在那 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关卡 留下来 然后就是 把那个道德经写下来 然后写完之后 老子就出走了 都不知道去哪了 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说 如果那个时候 这个引起 没有拦住他 没有请他写的话 道德经就没有了 然后奔亚民在这里看到一种有情的 道德经的内容是有益 这个说法也许不恰当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这样主张 正如这则传说所说 道德经是正依赖于有益 才代代传授下来的 引起为什么对老子感兴趣了呢 老子为什么又对引起感兴趣了呢 他们好像就说 一瞬间发现 有一种共同的 引起也不是那样的一种 特别富贵的那样的人 他可能也是 老子比较喜欢的类型 引起原来也就是比较喜欢那个 他听说过老子 所以说一瞬间之间 他们之间 有那样的一种共鸣产生 然后就是把它写下来 那么写下来之后呢 一直到现在 很多很多人 世界上这么多人 看道德经 我们现在也看 看那个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 看那个李小龙的电影的时候 也知道老子 是吧 老子在这个力量 多大啊 道德经的力 是吧 那是因为我们都喜欢道德经 这种喜欢的感觉 被养民说这是有益有情 那么五天太纯 他喜欢司马迁 然后把那个司马迁的评传写下来了 是五天太纯自认为 他可以成为司马迁的知音 只有五天太纯可以解释出来 司马迁为什么写的诗记 司马迁呢 他也相信他自己是屈原的知音 他可以把屈原的心情写下来 那么孔子和他们呢 当然司马迁 司马迁也认为 他可以把那个孔子的诗记写出来 因为他最了解孔子 那么孔子和那个明弟子之间呢 是爱人 知人的观念 他们的关系是有朋自言翻来 不亦乐乎的观 是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通了 所以说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纽带的关系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友情来维系的 这是文的理论 所以我说这个文不只是空间的 那个横向铺开的那种关系 而且也是世世代代可以传下去 而且是我们现在也是得益于这样的文的理论 好 最后时间可能就是我也应该要结束了 最后我想 原来我准备的是五天太纯的例子 这个五天太纯还是他那个 他在那个就是二战的时候 他参加那个就是对那个中国的那种情节战争 所以他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多 所以就是说 然后他还是看到很多文物 都变成废墟了 他原来是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的 他就是宝读古典 他作为一个小说家 但是他也是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学科的 所以说他对这个中国文学造诣很深 所以他看到中国战场上看到很多那些古书 都变成那个废墟 非常的痛苦 但是他相信这个文物 文物灭掉了 但是文化肯定还会复苏的 为什么要复苏呢 只要人在文化肯定要复苏 那么他在那个公园里 就安徽合肥的一个公园 没有一个人 都是那样的废墟 然后他那个就是觉得冷 好 那么要就是把那些古书 作为一个柴鹤来烧 然后就是取暖 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出来 在那个公园里 然后就是想 只要这个小孩在这个公园里玩 这个小孩长大了 文化还是会复苏的 所以说只要我在现在 文化肯定要复苏 那么后来他那个三八年 三八年三九年的时候 应该三八年 回到日本 然后那个四十年代的时候 四十年代初的时候 写的诗 他还是写 还是那个就是他那个看到那个 写下来的东西 书写的东西的毁灭的过程 战火把它烧掉了 但是他最后还是要诉诸写作 来主张自己的事情 然后就创造自己的事情 中间当然就是有那样的一种 几乎是绝望的过程 但是还是要诉 最后要诉诸书写的实践 为什么呢 书写的实践 才是文所得以继承的一个最重要的 或者是最基本的 好 今天我想讲的大概就是都是讲完了 以后就是第二场第三场 就是从那个别的角度 来再展开一下这个有关那个文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石锦刚教授 充分让我们感受到 有同自己有方来 不亦乐乎的这样的感觉 特别是我们在疫情结束之后 就能够邀请他过来 那当然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那么石锦刚教授 从他自己独到的观点 那么从文史则各个角度 带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些古典的经典 那么当然最后可以说 他成一家之言 提到他自己的独到见解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还有 大约将近30分钟的时间 那我想我们就充分地运用这时间 让各位来做Q&A的讨论 那麻烦各位同学或老师 如果你在提问之前 可以先报一下您的姓名 还有单位 谢谢 不要客气 我们是机会难得 我们之前很多都线上的 现在能够有面对面的机会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谢谢 应该在场有不少可能 还有哲学背景的 搞不好会更有所感 大家不用开 谢谢石锦老师 我叫张奇贤 我是日大学政治教的 那听您的演讲 我想问一个 知道您觉得 他的跟上学界一个主流的看法 好像是没有事的话 这个结构本是对于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论语有没有那样的一种结构 对 您说的也很对 就是说一般就是学界认为 这个结构性不强 是吧 我也认为好像没有那样的一种 清晰的这个 就是意观之的那样的一种脉络 好像没有 但是这个论语 其实这个应该从哪讲起好呢 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考古学 或者是一些出土文物研究 就是要想复原原来的论语是什么样子之类的 但是这个工作也没有说 我也不想说那个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有一定有一定的意义的 就是先秦时期的时候的那个 或者是汉朝时期的那个 就是一些那个论语的文本里面所记载的 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那个就是 就是说经过很长时间经历过很多人的编辑 比刊之后才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很难说那里也没有任何人的一种意图 把那些东西都两个排列下来 也许有那样的意图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看不到那样的一种 清晰的那种意图在 那是我完全同意您说的 我也不认为这个有那样的结构性 但是有些地方 像刚才那个我介绍那个先进片的 有关那个延回的那个死亡方面 就是都是那些内容都放在一起 然后就是这次我也是重新看那个先进片 也就是说有关刚才那个延回的那个死亡的那些片段的介绍之后 接下来出现的是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个未知生焉之死的那句 也就是说记录问是鬼神 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 曰感问死曰未知生焉之死 还是这个跟那个生死有关的内容 是紧接着那个延回的故事之后出现的 所以这里还是似乎有那样的一种编者的安排 但是没有证据我作为读者看好像有那样的一种关系 但是现在我们只能说这一部分 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吗 我想我们也接着限定在今天的演讲 就像刚刚提到相关的课题都可以 尤其在场好几位应该都有文史的背景的同学 有类似学习上的问题 或者可以请教石金刚老师 就是为什么中文可以讲这么好 为什么日文没法讲这么好 相对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有点占他的便宜 他今天是用他的外语来跟我们讲点 蝴蝶都听得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包的 那实际上多讲一句话 其实是我们国际汉学讲座的很重要 邀请多国际上的重量级的学者 一段榜样交流 同学也没有 石金老师今天就是特别强调这个友谊 那据我初前的了解的话 友谊其实是古希腊比较重 那亚里斯多德好像是认为一个城邦的 影响城邦的一个要素建立在 但朋友的概念在论语里面好像孔子比较 但孔子后来对我们一个特别影响的一个观念 对孝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就您理解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不太谈孝 那孝对日本 日本文化里面应该对孝应该有 日本文化为什么孝 然后日本文化为什么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说有孝更难个问题 希腊为什么不太重视孝而重 然后日本 日本文化为什么孝 然后日本文化应作为一个孝 这个真的是大栽问 这个真的 古希腊为什么友谊比孝更重要 这个我是在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这个友谊这个问题 中国哲学里面好像那个 也不是不谈 但是好像那个没有那个就是中和孝那么重要 大概这个也是事实 就是所谓的那个五轮里面 朋友之轮是最后一个 然后那个就是近代的时候 谭思东出来那些五轮都要打破 但是那个就要一个要留下来 是朋友之轮 所以说发现那个朋友的重要性是中国那个从那个就是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转折的那个目的和那个意义在里 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这个中国这个知识分子想就是中国没有这个社会的这个观念 所以说为什么没有社会的观念 就是有宗族的观念太强 所以说谭思东一定要这个打破这个 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四轮 然后就是把那个朋友之轮要强调 然后他那个当时利用的是墨子的间爱的事情 所以说看那个我好像就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基督教新新教的那个就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新教新教新教的影响之下就是那个现代社会建立起来 然后就是看那个墨子的思想 建爱思想和这个新教的精神有类似的地方 所以这个才有这个谭思东 或者是其他那种重视社会的那样的思想 那时候就兴起了 但是现在就是我想啊 也许这个也都是某种假象 某种假象也不能说全部都是错的 但是因为那个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society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您是那个政治思想的专家 所以我也不敢多说 但是可能就是说西方的政治轴结也很难说社会是什么 社会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概念 对吧 社会是大概也是要追求的目标 不只是现在已经存在理想的社会 但是社会是要建构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society这个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 比起那些那个家族关系更难理解 这大概也是那个西方社会也 我估计对西方社会也差不多 但是那个希腊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成班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特殊 它那个就是苏格拉底的那种存在是可能很重要的 所以才出现那样的一种除了的就是那个家族 家族关系之外的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是苏格拉底奠定的 我是这样想 那么回到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是日本的那个校 是吧 为什么 首先那个要弄清楚的是 日本的那个校和中国的校是不是一样的校 这个中国的那个家族非常重视血缘的关系是吧 但是日本好像也不一定那么重视血缘 也不是说这个不重视血缘 但是不那么重视血缘的关系 就是说那个就是 也可以那个就是 什么嘛 请养子过来继承家庭 这是在日本社会 传统以来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这个两个校可能就是 的观念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差 不同的地方的 我想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两个都很重要 两个都很重要 我是这样回答吧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没想过 但是我这样说 校固然重要 但是这个校的重要性是通过友谊来传递的 至少这个儒家是这样说的 是吧 就是说那个通过这样的这个文本来知道校的重要 这是一种抽象化的理性化的校的思想 都是写在文本里 那么阅读文本和传递文本 都是今天我所讲的友谊的关系才可以进程 时间 我是一个文化的爱好者 那我目前是服务在商学院是一个计划的助理 那刚开始看到这个邀约的时候看到这个发出来的时候 我只是对一个汉学一个日本的学者来讲这个题目 他就觉得非常有幸 那我今天觉得非常的惊讶 而且非常的享受在整个这个演讲当中 那我觉得教授可以从一个文这样子来开展 把它跟我们人在这个文跟天中间 我觉得人是在整个文化的演进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年轻的时候是完全喜欢西洋的东西 那是因为到德国去留学之后 就受到很大的文化的充满 因为我以前非常讨厌论 完全是真的是讨厌他 可是我现在在补修学分 所以我今天来上这堂课 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我跟教授一样 我现在超级喜欢孔子 那这真的是一个蛮奇怪 你有时候对这个自己的文化的认同 你需要绕一圈 你需要受到一些外在的冲击 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的重要 你必须 我在德国短暂留学 我第一份工作 我想去一个就是学校的汉学 那个去应征一个工作 当我 他就拿了一篇就是比较文言文的东西让我念 我就念不出来 非常的卡 那时候就受到很大的冲击 就觉得本来我是中国人 我是华人 这语言是我的母语 我居然念得这么卡 所以我那时候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晓得怎么表达 就是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学习曲线不一 那我现在真的是在补修学分 而且我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在这个场域 所以我今天真的 我从来没有说听个这样子的演讲 会觉得感动 那我觉得尤其是您从远方来讲了一个这么流利的中文 让我真的觉得敬佩 我要好好的学习 那我觉得我虽然学得晚 可是我觉得学习是终身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会把它传承到我的孙子 所以我现在 虽然我以前我也学过英文 我学德文 我主要是学德文为主 那我现在对我的孙子 我现在是教他中文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非常享受在今天的这场演讲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我觉得非常的愉悦 那也非常感谢这些孔子 庄子 所有的外其他国家的汉学的学者 感谢你们把我所以前不认识的东西 把它研究得这么好 这真的是一个宝贝 我会继续地在喜爱它 把它传承下去 谢谢您 我也非常感谢您 这是那个对我的莫大的鼓励 非常感谢 然后就是我在那个 说两句话的话 就是说 从外面看文本 是要看文本的最关键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研究经学的 大概也没有 大概也没有 喜欢经学的有吗 大概经学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我估计大概也没有 有没有喜欢经学 或者是做经学的 我先说出来 大概也没有 所以可能谁都不敢说出来 经学 我是研究中国中学 所以我们的训练里面 肯定有经学的部分 经学是什么呢 很枯燥的一个学科 为什么枯燥呢 那里出现的都是 干巴巴的注饰 我们不看注饰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经典在说什么 论语是比较好的 因为论语都是 比较这种生活化 口语化的 论语不是最重要的经典 论语是按那个经学的分类来说的话 它是传 是赐于经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要看那个经书的话 还是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是一个个的去看那些 非常枯燥的 干巴巴的注饰 所以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我也觉得非常痛 所以我是从经学逃出来了 但是那些做在经学上 做注释的工作的那些人 有很多人是跟外界交流之后 知道经书的重要性 才做注释工作 今天我简单介绍戴正 戴正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他是清代的时候最杰出的经学家 然后他对经典做的解读 是完全是崭新的 为什么他做到如此好的经书的注释工作呢 是因为他知道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的学术 是耶稣会带到中国来的那些东西 他都知道 所以他也是 首先是他是杰出的天文家 数学家 天文数学都是从西方过来的 那么更早以前宋朝的时候 有朱熹的学问是奠定 我们现在的儒家思想的基础的 这么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但朱熹的学问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是因为朱熹之前有几百人的历史 中国人引进佛教思想 没有佛教思想的话 不可能有朱熹的那么伟大的体系出来 所以说每次经学上的突破 都是跟外界的碰撞直接有关 所以现在就说像您这样 就是在这个世界各地 我们就都可以去那个世界各地 然后认识到新的东西 然后再回到这个我们传统的文本的时候 肯定会有新的发现 普遭的话不可能那些经书变得有意思 所以现在我们也许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是要回到经书的最好的 首先要中文水平高 觉得我听得清水一些道理 所以非常感谢 我是博康文 是莱布希大学的研究生 然后就是在这里有三个研究 然后我想轻易对天再多说一点点 因为对我来说 起来有点矛盾 首先天当然不是像天地那样 是人化的一个力量 但是它又有那个知人的命的作用 然后控制它 有时候就是相信它的力量 然后有时候就对它抱怨的 然后中国人 有些中国知学家 他们喜欢说 这不是心而上学的 心而下的 但是我对 我就想请你对这个多说一点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得非常好 这个问题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也认为这个 至少今天我所讲的 就是也就是孔子 在荣誉里面 住在那天的概念 不是心而上的 我也认为是心而下的 但是在什么意义上是心而下的 这是您的问题 首先那个就是 天是一种 天是一种 文的关系的纽带 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东西 天不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object 或者是有一个物 似的一种存在 天是一种 维护它们关系性的一个 抽象的一个纽带 所以说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天是可以代表 孔子生命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天丧鱼天丧鱼 那时候天要天丧鱼天丧鱼 就是那个孔子认为 天把我要 天要天要把我就是散掉了 是吧 炎灰死了之后 就是孔子认为 他的命就没有了 是吧 因为是他失去了 文的共同态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伙伴 也就是说 他的生命由此来缩小了 或者是又快到这个 就是结束了 是吧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要那个 就是要给那个 炎灰做那个三礼的过程里面 他又回到这个 礼意的本位上 就是刚才我也说了 在这个要回到礼意的本位上 是孔子要修复天的一个过程 因为是什么呢 孔子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他作为一个礼的传递人 或者是实践者的身份 来跟自己的弟子们 一起来建行这个礼仪 这样就是孔子才会有他自己的生命 还可以走下去 也就是反过来说 他的天又就是又恢复 这么一种观众 所以说这个天 就是因为孔子相信天的存在 天赋予他一种文 但是这是一种思考里面的一个抽象的 怎么说呢 或者是抽象的思考本身而已 并没有预设有某种具体的一种物体在哪 或者是一种超越的东西在主宰 不知道我这样说好不好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接着谈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时间选差不多了 那非常欢迎各位下午拜二的会议 谢谢 谢谢